可以生存多久 水星的自转是58个地球日 它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 这使得太阳要斑和能量爆发等现象十分剧烈 同时由于潮汐锁定造就了水星的极端环境 所以实际上人类从未考虑过在水星上生存 金星表面有着陆地 大小和地球差不多 也有足够厚的大气 但是它也不能作为居住地 这是因为严重的温室效应 金星上有大量的二氧化碳 以至于行星表面的自然温度接近482摄氏度 根本不可能有生命存活 地球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行星 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球上的一切都是好的 地球上有许多灾难 致命的疾病 凶猛的野兽 可怕的自然灾害 还有人类自己制造的战争和伤亡 但是在目前来看 我们只能选择地球这个行星作为我们的家园 火星是人们最关注的星球 殖民火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包括NASA和SpaceX在内的许多机构都在努力实现这个愿望 科学家证实 如果有合适的装备和器械 我们都可以像在地球上一样 在火星上一直生存下去 实际上火星是一个贫瘠的星球 这个星球上最多的是冰河黏土 同时由于大气层和太空射线的轰击 火星上没有绿色植物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也没有像地球一样适合的重力 木星的主要气体是氢和氦 但是当吸入过多的这两种气体时 生物就会有生命危险 同时木星存在着红斑和从不停止的雷暴 我们根本无法在木星着陆 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在木星上活下来 更别提生存多长时间 土星是一个气态巨行星 和木星一样是由气体组成的 它巨大的压力可以在一分钟内 杀死接近它的生命 人类也根本不可能在木星上生存下来 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平均温度极低 它们都是由甲烷气体构成的行星 这两个行星也是距离地球最远的两颗行星 仅仅是到达它们就需要几年的时间 极端的条件意味着我们没办法在它们上面生存超过一秒 当然遥远的距离也是意味着它们不适合人类登陆与生存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请记得点赞和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